亚洲水泥公司在华联县的大理石矿采矿权 获得展延至2037年争议 经过当地泰鲁阁族居民 以违反原住民族基本法等理由 提出行政诉讼 最高行政法院今天判决不回亚宁上诉 维持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前年做出的撤销 展延处分判决 确定亚宁2017年获经济部矿业局 展延20年的采矿证照营销会 原住民获得审诉 亚宁公司于1973年取得花莲县绣林乡 新城乡大理石采矿权 2017年获得第三次的展延到 2037年展延处分前 也都未进行原基法规定的 尊重原住民权益 諮商同意等程序 最高行政法院 昨日宣判驳回亚宁上诉 矿业权展现必须遵守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21条 諮商取得当地的关系部落 原住民部落的同意 这是一个很明确的结果 第二点是 但是因为矿业法第13条的关系 亚宁并不会因此而停止采矿 亚宁的矿业权回到了展延申请中的状态 在矿业法第13条里面规定说 提出申请就视为矿业权是延续的 所以亚宁并不会停止采矿 亚宁自救会副主席也表示 最高行政法院判决定验 虽然让民众认为好像是当地族人的胜诉 但是事实上也并不是如此 这样的情况之下 可是他一直引用的 包括在三方会谈或者是说 就是说包括真相调查等等 一些大大小小会议里面 谈不过的时候 他又拿一个民国19年 国民政府在大陆所订定的所谓的矿业法 那些霸王条款 他就用这个 我们是非常非常的无力感 虽然说现在已经定验了 没什么好高兴的地方 但外界来讲说好像 好像部落得到了辞来的正义 Oh no 不是这样子的 亚宁水泥发言人也表示 目前也尚未收到行政判决书 之后也会以判决书跟律师做研议 而对于部落智商权益 从去年到现在也都一直在进行 初步我们对于这样的判决结果 公司的态度是表示遗憾 那我们会针对这样的结果 来做进一步的 这个跟律师做进一步的讨论 那因为判决结果是要回到 这个展现的申请程序 那最主要是要补证 这个资商同意的程序 那事实上我们在去年就已经主动 抛出要跟部落进行资商同意的程序 那目前其实这个资商程序 已经做了一年 那现在也持续在做 所以我们会持续再继续做这个资商程序 而对于当地的族人认为 此时的判决无济于事 无意义是维持原住民族 对于传统领域流于私有化 不停止的开发行为 而行政法院的一个判决 对原基法的任地 驳回雅尼上述 原住民的胜诉定验 记者林杰 秀林湘采访报导